为在南海11阶的慈禾宫 庆祝高福千岁圣诞举行的祈福法会 并集结信仲爱新捐赠了1600公斤白米 委托吉安乡公所发放给弱势家户 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发感谢状 感谢公庙和信仲善心 让吉安乡处处充满温暖 为在南海11阶的慈禾宫 庆祝高福千岁圣诞日前举办祈福法会 并且集结信仲爱新捐赠1600公斤白米 委托吉安乡公所发放给弱势民众 在前几天上个月底 我们王爷圣诞千秋 也是岁末 我们办一个 那个夏平安人民 来给 发放给那个信仲 还有那个弱势团体 需要我们建筑的 我们来发放 感谢乡公所 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我们也赞助了1600公斤的白米 来给乡公所 来做一个 替我们做一个爱心的活动 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发感谢状 感谢公庙和信仲的善心 让简乡处处充满温暖 谢谢池儿公 我们理事长公主 以及善心大德 为我们牵起 来作为这样益助的力量 今天看到了许多 在池儿公附近的乡亲 一起来到这儿 除了领受这份光怀的白米之外 更开启了 这是一个大家庭 可以随时来到这里 跟菩萨说心事 跟皇爷说自己的困难 也开启了安定的一个力量 我们相信 向弄灵里有爱 牵起我们所有关怀 益助的力量 谢谢大众 来给我们吉安乡所有的 做事交互关怀 再现这些无限益助 善循环的力量 在这里吉安乡公所 表示深深的谢意 有你们真好 1600公斤白米 分为400包 加汇400户的弱势家庭 一大早 乡亲们就来到慈和宫 领取爱心白米 除了感谢各界爱心捐赠 也祈求高辅千岁 庇佑社稷平安胜利 借吕慧 会节安相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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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